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帝君再一次加固了封印 没想到才一个月不到 渺落就已经拿到了魔族的圣物血泪 很快就要种破封印 而自己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损耗的宪法 帝君又问道 仲林 本帝君离开前吩咐你的事 你办好了吗 仲林说道 回帝君 小仙已经全部办妥 小仙便查天族史籍 发现可以保证不泄露三毒浊息的法器只有一个 就是星光结界 东华帝君听后说道 只有这一个 仲林点了点头 帝君沉印了一会 拿起书架上的笔写了两封书信 递给崇林说道 仲林 本帝君这一去 他是要沉睡很久才会醒来 这两封书信 一封是给凤与公主的 另一封是本帝君的遗诏 待本帝君陷入沉睡后再宣读 对了 仲林 你现在立刻去昭告天下 凤魔大战中与化的尊神 凤与玉溪公主已经归来了 崇林问道 帝君 那凤与公主殿下 就是曾经一直陪伴帝君的那位尊神玉溪殿下 帝君说道 不错 如今已经飞升了飘渺仙境 仲林立刻收好手中的两件东西 灵灵退了下去 按照帝君的要求去昭告天下 而帝君则回到自己的华阳殿开始调息 经过一夜的调息 玉溪排手撤去仙杖 精神十足地走出羽溪殿 看着身边的华阳殿走出的东华帝君 也是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 笑道 东华 看来我们昨夜都调息好了 现在就可以去改写三生识了 东华帝君点头说道 好 玉溪见东华帝君同意了 率先向太陈宫外走去 东华帝君却喊住玉溪 说道 玉溪等等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说着便掏出了怀中的一串同龄 玉溪接过东华手中的同龄 蹲下身来将同龄吸在自己的右脚踝上 笑着问道 东华 是这样吗 东华笑着点了点头 玉溪便拉着东华的手 静止地走向朱仙台 这一路上 玉溪脚上的同龄声清脆地响着 一如曾经放下青丘地基的身份 来太陈宫做一个小仙鹅抱东华帝君对自己的救命之恩的白凤酒 朱仙台等玉溪和东华帝君到了这天宫最不吉利朱仙台 玉溪放开东华帝君的手走到三生石面前 单手一挥 三生石上便出现了许多成双成对的名字 玉溪便伸手换出了东华帝君曾经为自己所造的苍林剑 将苍林剑缩小到巴掌大小便 向自己的心口刺了下去 将自己的心头写染满了剑身 然后掐了个绝 愈合自己心口的伤痕 看得东华心惊肉跳 急急地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玉溪说道 改写三生石啊 东华问道 你改写三生石不是用仙法吗 为何要用心头写 这不是毁去名字的做法吗 玉溪却笑道 东华 你这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毁去三生石上的名字 的确是要用仙者的心头写 但是要改写三生石除了需要身为女娲娘娘的女儿 也就是我玉溪的心头写 还需要汇聚仙法 二者缺一不可 要不然就算是成功地改写了三生石 过不了多久还是会恢复原样的 说完 玉溪低头默念咒语 开始调动自身三成的修为和仙法汇聚到苍林剑 只见玉溪的眼睛 渐渐地变成了淡淡的紫色 而剑本来隐匿起来的凤与花印也显现了出来 玉溪剑仙法汇聚好了 立刻汇剑冲向三生石 打算一鼓作气地写下东华帝君四个字 可是剑间刚碰到三生石 一道绚丽的紫光出现 弹开了苍林剑 玉溪停下了汇剑的手 看着这三生石疑惑道 怎么会 我已经运用了母帝叫我的改写三生石的仙法 还用了自身的三成修为 为何不能刻上名字 不行 看来很有可能是仙法不够 我再试试 说着再次调动自身的六成修为 汇聚到苍林剑上后 再度冲向三生石 这回倒是顺利地破开了紫光 玉溪立刻挥动手腕刻字 但是玉溪刚刚写下一个东字 这个字立刻化为了白光慢慢消散 一如当年自己身为白凤九时 用苍和字断胡伪来三生石刻字一样 玉溪急道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刻不上去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用了母帝叫的仙法 依旧刻不上字 一边说着 一边更用力的一剑剑的刻画在三生石上 而此时天雷已经降临 东华帝君立刻支起仙杖抵挡天雷 此时的玉溪也看到了天雷的到来 立刻收剑掐绝 运气仅剩的最后一程的仙法支起仙杖 但是第一道天雷劈下 仙杖就破碎了 眼看第二道天雷即将劈下 东华一个剑步上前将玉溪拉入怀中 转身背对着天雷 天雷一道一道的披在东华身上 没过多久身上的紫色衣袍便染上斑斑血迹 而他怀中的玉溪被他护得毫发无伤 等久久八十一道天雷劈完 东华再也忍受不住单膝跪地 吐出一口吃筋血 玉溪健壮立刻伸手搭上东华帝君的脉搏 发现他因承受天雷加之护住自己 已经损了九成的修为 说道东华为什么要替我当雷姐 我不但没有成功感谢三生石 反而连累你损了九成修为 东华帝君虚弱地笑了笑 说道玉溪 这不怪你 以前为了这四海八荒 毅然寄陷了自己的原神 历劫的时候我又伤你的那么深 这一次我绝对要护着你 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玉溪看着眼前虚弱的东华 很想用自身的治疗术为他疗伤 但是自身的仙法已经全部耗尽了 只好不惜自损仙体调动自身的一成仙缘 恢复了一成的仙法 伸手掐绝念道 凤雨归来 东华看到玉溪运用自身的仙缘为他疗伤 说道玉溪 快停下来 你不可以动用自身的仙缘 可是这时已经迟了 一朵朵凤雨花从玉溪手中倾泻而出 慢慢地融入东华的体内 治好的他身上的外伤和内伤 唯独没有办法恢复他失去的修为 玉溪收回仙法说道 东华 不用担心 我只用了自身的一成仙缘 只要闭关调戏一阵子 就会恢复全部的仙法和修为 至于补齐仙缘 我大概要沉睡一个月左右 我们赶快回太成宫吧 你失去了九成修为 要好好的调戏一下 东华帝君慢慢地站了起来 伸手扶起玉溪 离开朱仙台慢慢地往太成宫走去 可是刚刚步入太成宫 玉溪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东华帝君吓了一跳 立刻蹲下来问道 玉溪 玉溪你怎么了 可是玉溪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 昏倒在了东华的怀里 东华立刻伸手把脉 随后滴滴地说道 这个丫头 真是吓死我了 不过这样也好 你在沉睡期间可以好好地恢复一下身体 尽快补起你的仙缘 说着便打横抱起玉溪 将她送入了玉溪殿 吩咐众林新选出来的两位仙鹅 好好照顾玉溪后便转身去了书房 此时 众林仙官站在书房外等候 东华帝君看到众林仙官 便问道众林出了什么事 众林行礼道 帝君 小仙刚接到消息 秒落不知练习了什么腰法 一夜间 法力大涨 快充破封印了 本帝君知道了 众林 你立刻拿上连心镜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